本视频介绍USB-FP1使用方法 连接编程电缆,将电缆插入PRC 由于本电缆非原厂出品,在插入PRC时需要特别注意 电缆源头的塑料部分有指示箭头 将箭头对准PRC编程口的缺口方向 一般,正对PRC,缺口朝左边 原厂是8帧,实际使用到4帧 所以我们的电缆中只有4个针角 但是不影响正常通讯 如果插不进PRC,可以用小一字螺丝刀 将电缆源头的金属圈稍微撑大一些 这样方便连接PRC,打开编程软件 首先设置一下通讯接口 这里选择232 这里选择COM2 这里的缸口号码必须和设备管理器中的缸口号码保持一致 其他的参数用默认的 上传 上传成功后 系统自动转入监控 这时候不能插拔键缆 在插拔键缆之前 必须关闭再键 或者关闭软件 否则容易损坏缸口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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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